有美國前大使在台北表示 如果特朗普重新執政 將會繼續堅定支持台灣 再次引起各方關注到 特朗普和拜登在多項政策上的分歧 以為文博德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擔任總統的期間 美台互動十分頻繁 華盛頓先後十度宣布對台軍售 曾經由特朗普任命的 美國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大使吉爾摩 在台灣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表示 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 相信他將會延續第一屆任期的政策 繼續支持台灣 目前特朗普已經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並將在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 再與拜登對決 特朗普和拜登在對台灣政策方面的差別 以及二人在墮胎、移民、稅收、海外戰爭等等 各項爭議和政策上的分歧 再次引起外界的關注 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2月訪台的時候曾經表示 無論誰贏得選舉 美國都將會繼續支持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